明星虽然被各种吐槽胖了,瘦了,残了,但是一般放到路人中间,还是出雷巴翠,散散发亮的,没有两把刷子。 还真不好在娱乐圈中婚,路人和明星同化,差点没认出赵丽颖,网友,杨颖在哪里,下面,我们就一同来看看,迪丽热巴。 早前几年,娱乐圈还没有新疆美女的一席之地,热巴能够打红大紫,也是大众审美制一欧化的结果,热巴和路人合照,心机的低下头来,就领蛋的精致度而言,热巴也是玩上旁边的路人美女。 刘诗诗和路人,刘诗诗长相比较寡大,性格也是如此,在美女如云,花团紧促的娱乐圈,刘诗诗还是个不起眼的存在。 但是当刘诗诗的路人合照时,不管是气质还是长相,都是奋法扬眼的。 赵丽颖和路人,赵丽颖和商场工作人员合影,英宝的手心切的搭在姑娘肩膀上,看上去颇为亲和,但是允许是赵丽颖妆容比较简单的缘故。 第一眼差点没有认出来这是赵丽颖,关小彤,身高173的关小彤,一双大长腿真不是干的,站在那里,就像一枚精致的花瓶。 旁边的路人也就是普通人,但是早观小彤的对比下,笑粗腿暴露无疑,还秒定小矮人,心疼路人一秒钟。 杨颖,虽然化完妆的杨颖就像她所说的,是天赐的美貌,但是卸妆之后又回归到黑的本色,杨颖站在路人中间,有网友表示,杨颖在哪里,好像是有些难找。